大家好 我剛剛拍完Part 1 我想起有些東西都可以說 就是剛剛講到這兩本書 他們用同一個遊戲 但是就好不好 我想起這本書 這本書是 《Donator Approach》 《Collection》和《Terror》 寫的 那就是很久之前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PDF 可以在Collection的網站找到 那我就想起一件事 我記得在這裏 等一下 找一下 對 在這裏 譬如我們在textbook 會經常見到 譬如說 過去式 過去式 譬如會這樣 會有一堆問題 對 對 但是呢 其實 將一些問題 怎麼說呢 變少少 就不像textbook 因為textbook 可能它有一個exercise 它就是這樣一堆問題 那你要寫 可能你要答這些問題 或者你要怎樣去填洞洞 就是它可能這樣 不見了一個字 那你要填洞洞 有一個洞 你要填洞洞 那譬如將 變一變呢 就會變了 一個 怎麼說 一個對話 都不是對話 就是一個 有意思的 的 的問題 或者有意思的 的 的 怎麼說 setting 對 譬如這樣 這樣問 啊你上個 你夏天 有沒有去沙灘啊 跟誰啊 去誰沙灘啊 等等等等 那你看到 是第一條問題 你喂 你 平時晚上做什麼的 是不是整天 留在家啊 還是怎樣啊 等等等等 那它呢 那你就 你看到 它 這樣其實做少少 就是有些變化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對了 那你上面就好像textbook 的exercise 但是下面就是一個 很 很自然的 的 的 怎麼說呢 的 對話 譬如你和朋友 聊天 你會這樣問 對了 那我想起這個 對了 就是這樣啦 還有 啊 順便介紹這本書 不用不用啊 這本書都是 我學了很多東西 對了 那它是非常好的 一本書 啊 它 第一個 chapter 講 它 有些講 講歷史啦 譬如 什麼是traditional 什麼是 不是traditional 這樣 那都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覺得traditional 是 nature nature apportion 就是這樣學 就是好像小孩子 那樣學 語言 才是traditional 對了 那還有其他的 是的 有講理論啦 有講 怎樣在 學校 不是 班房 在班房 裡面用啦 那 不過不知道 你不是教 語言 可能不是好 不是好 什麼 怎麼說 嗯 知不知都 無所謂 對了 但是 知道了是好些的 對了 那可能之後我再拍片 跟你 介紹一下 這本書 好 好 不趕了 我睡覺了 早安 拜拜